女人天性爱美,慈禧也不例外,慈禧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来美容保养皮肤。 慈禧美容的两大绝招,一个靠纹,一个羞于尺,现在风行富豪圈,下面来介绍,下这两个旗客的绝招,第一个绝招是闻水果。 慈禧当时听到宫中有传闻,说闻水果的香气能够延绵一寿,而且还能够美容养颜,于是下令让人往篮子里装水果,然后把许多的水果篮给放在了寝宫里。 这样不仅有香气,而且还挺好看的,可能你会以为,水果应该浪费不了多少,其实造成的浪费是巨大的,因为每一天慈禧都要求更换最新鲜的水果。 有史书记载,一年时间慈禧就要浪费15万个苹果,还不包括其他的水果,就为了闻水果香气造成这样的浪费,当时国库已经空虚了。 奢侈无度的浪费,加速了清朝的灭亡,第二个绝招是喝人奶。 如果说闻水果香气是道听徒说的话,那么喝人奶就是经过实践的。 慈禧尝试了很多的美容方法,最后发现人奶有很多的功效,比如减少皱纹,让皮肤变好之类的。 因此,慈禧当时每天要喝大半碗人乳,而这些人乳的来源也是相当的严格。 当时提供人乳的奶娘被称之为奶口,主要来自于北京城郊区。 当时朝廷规定每一个季节精选40个奶口,然后把他们集中在砖室里看护。 另外,为了避免有奶口出现意外,没办法及时供应,内府还会专门再养80个备用的奶口。 这些奶口的选择十分的严格,首先需要丈夫健在,其次身体要健康,最后是年龄15到20岁中间。 根据这些要求京郊县衙先选拔,然后再由内务府的街声吻婆进行筛选。 最后将质量好的奶口送到宫里。 这一系列流程,下来花费的钱可是天文数字,而且每一个季度都要来一次。 慈禧为了美容养颜,可以说是把整个大清给放在了悬崖上。 如果把自己奢侈无度所花的钱用在军备教育上的话,也许把情不会那么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